全球疫情 週二 伊朗官媒警告 如果民眾繼續外出 將有數百萬人死亡 法國宣布從3月17號中午起 全國民眾禁止外出至少15天 同時關閉歐盟和深耕國家的邊境 週二 伊朗官媒稱 如果民眾繼續外出 將有數百萬人死亡 但官方宣布 單日新增135起死亡病例 死亡總數增至988人 確診總數達16169人 外界認為伊朗掩蓋疫情 將確診死亡病例压低 意大利週二增加349人死亡 累計2158人死亡 27000多人確診 原本熱鬧的威尼斯 沒有了觀光客 城市一片寧靜 法國週二超過6600人感染 148人死亡 法國財政部長勒美爾週二警告 2020年法國經濟恐衰退1% 政府將釋出450億歐元紓困金 勒美爾表示 這不只是一場病毒之戰 也是經濟 金融之戰 法國總統馬克龍 周一晚發表全國講話 宣布3月17日中午起 全國民眾禁止外出至少15天 並宣布關閉歐盟和深耕國家的邊境 西班牙週二再增加2000宗確診個案 總數超過11000宗 491人死亡 週二 日本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 日本足球協會會長填究幸三確診感染 他上週曾出差到歐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堅持舉辦東京奧運 他還表示 即其領導人支持完整辦好東京奧運 目前 日本確診感染867人 死亡36人 馬來西亞週二出現首個死亡病例 兩人確診死亡 單日暴增120起病例 累計達673起 當局週二宣布 18號起直至月底禁止外國旅客入京 也限制公民出境 包括前往鄰國 新加坡 並關閉販售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所有商店 清唐記者李梅 田瑞綜合報導 馬上